根據路透社的數據 近期全球中共病毒的感染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在聖誕和新年假期間 全球平均每天至少有100萬宗病例 美國、法國、英國、希臘、葡萄牙等多個國家 創下染疫的歷史新高紀錄 很多國家因為擔心Omicron變種病毒會利用集會廣泛傳播 因此取消了迎接2022年的慶祝活動 儘管澳洲某些地方的感染人數 激增至創紀錄水平 但是該國決定共同慶祝新年中心 英國的疫情也在此持續蔓延 聖誕節更創新高 但是英國衛生大臣賈惠德在12月27日表態 英格蘭在新年前 不會頒布新的防疫措施 猶敦足國民出席任何活動前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南韓連續第二年取消傳統的午夜敲鐘儀式 還宣布了更嚴格的疏遠規則前場兩星期 希望能控制持續激增的感染數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方YouTube頻道上 敦促市民在聚會上戴口罩 並限制參加人數 而東京最著名的攝谷娛樂區就此次新年聚會 台灣是另一個控制冠狀病毒的成功案例 所以幾乎與平時一樣舉行慶祝活動 台北市政廳前將會舉行流行音樂會 午夜煙花點亮了台北101 這一座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 但參加音樂會的人必須要戴口罩 登記聲明只能飲水 而中共在所謂的清明政策下 已經封鎖了西安市 而上海、北京、廣州等地 紛紛發布通知12月31日跨年夜 不舉辦大型活動 這是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中國多地第二個跨年夜 取消慶祝活動